英国的个别过期政客 拿台湾问题刷存在感 不过是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私利 我注意到英国的国内各界 对特拉斯此举 恶评如潮 称这次旅行是表演性的 这是最糟糕的网红外交 这位持续不负责任的诺福克西南选区议员 正在给他的国家带来另一种伤害 台湾民进党当局花着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 讨好这位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这绝非什么爱台行径 而是在卖台 这种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企图 注定以失败告终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